庶民大百姓是头家 欢迎收看庶民大头家 让我们欢迎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加入我们的讨论 汉廷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防部纪今年的7月份 被人检举防弹背心不防弹之后 又被周刊爆料 说有超过4.5万件的背心和头盔 那么用的这个抗弹板呢 没有经过TAF的合格抗弹认证 是不能够防弹的 难道是拿国军的生命开玩笑吗 不过对此国防部则是出面否认 防弹背心被子弹打出一个洞 几乎就要被射穿 这是今年7月网红实测国军背品 意外揭发防弹背心不堪一击 当时国防部还驳斥要提告 甚至实验说没问题 但不到三个月 现在又有周刊指控 国军近五年一共买了12.2万件 背心跟头盔用的抗弹板 其中在2018年2月到6月 有超过4.5万件 根本没有TAF合格抗弹认证 国军上战场 防弹背心恐怕会被打爆 篮尾怒轰 蔡政府难道是拿军人性命开玩笑 把阿兵哥的命拿来开玩笑 他要一连串的公开展示 让大家知道 他买的背心没有问题 你的背心穿着是没有防弹的 那穿着干什么 包含防弹背心 现在连什么头盔这些 都会变成说可能被打爆 那难道是把我们的国军弟兄 当作炮灰吗 没有认证标章 难道真的是军品有问题 国防部的防弹背心难道真的是保暖用的 这个是我们认证的证书 这个TAF的标章 要不要在这个检验报告里面呈现出来 这是由机关自己选择 有没有这个标章 并不影响到测试的结果 两岸关系紧张 台独金孙赖清德 忍住不说台独两个字 但忍不住狂打抗中抹红牌 他说蓝白盒是大陆期待的亲中政权 让柯文哲火大回呛 搞清楚到底谁卖台 倒是请教赖清德副总统 关于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身体力行亲中挺共之后 还去参加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集人 请问民进党对这个要不要调查 要不要出来对社会大众说明 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危机 民进党执政八年卖了一车芒果干 打了满手抗中牌 当台湾被推向战火边缘 只有民进党政治利益满满 国军的抗弹板到底是不是又出包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先前就爆料 这个有人说 国军的抗弹板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抗弹的 而且连尖刀都可以刺穿 徒手还可以把它给凹完 针对上一次的爆料呢 国防部在七月六号说 抗弹板是属于管制品 因此怎么会流出来呢 我们要追踪流出来的人的法律责任 好 到了七月十一号则说呢 不能武断地说一定能够抵挡 可是呢 应该是足以保护官兵的安全 这是上一次 但现在又被周刊爆料了 周刊说呢 2018年的二月到八月 产制的抗弹板 记录表当中 竟然没有这个TAF的认证标志 等到十月中送出来 这个检测的装备呢 才盖有了这个认证章 因此认为有超过4.5万件 全部已经交发给了部队 恐怕会变成官兵们的安全隐患吗 好 对此国防部出来回应了 国防部说这个报道并不是事实 认证的标章是否放置在报告当中 都不影响测试的结果 就是说也其实是有通过啦 只是没有标示而已嘛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叫做 知情的退役军方采购人士怎么说呢 好 他说只要是送业合格呢 报告上面就应该要盖上认证章 绝对不可能说合格 结果不盖的 好 4.5万件有安全疑虑的装备 如果真的是流入了部队中 这试试的官兵的安全 确实是不可轻忽的呀 好了 绿营不断的战中 这个策略不止让两岸战云密布 现在呢 还要年轻人 有可能要到海岸去做守备 政府似乎没有办法来做到B站 难道连给官兵们的安全装备 都没办法经过认证吗 难道真的是要拿前线官兵的安全 来开玩笑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不是我们花大钱 去买很多的精良的武器 而是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人才可以使用 以及这些武器 它的一个管理 使用 训练 那我们整个的系统 感觉上长期以来 我们的军方 就是坑坑巴巴漏洞百出 所以呢 这会使得百姓 对于军方的信心 是完全不足的 那你今天 当然在立法院里头 要加紧 整个对于军方 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力道嘛 可是民进党又不让大家监督 一监督就要扣红帽子 事实上民进党自己的立委 也曾经对于国防预算 很有意见啊 难道国防部都是玩人胜人吗 他们的预算都不会有问题 都是这么的完美吗 那为什么一天到晚 有这么多人爆料呢 这一次第一次爆料的 还是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可见的 可见的什么 可见的军方里头 有人看不下去嘛 那怕这件事情又变成 只要民进党把它操作成蓝绿 又模糊焦点 所以才希望透过 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来爆料 那表示军方里头的 我刚说的这种管理的疏漏 坑坑巴巴的漏洞 没有效率 人谋不脏 已经到了一种严重的程度 所以这次是一而再 再而三 那这次爆出来的是 所谓的抗淡板到底合不合规定呢 到底有没有通过验证呢 军方的说法是说 通通都有通过 只是我们不一定会把 会把这个验证的标章 放在报告里面 那你不是很奇怪吗 那为什么有的有放 有的不放呢 这是看你的心情吗 是疏漏了没有放 还是故意没有放呢 还是当初根本没有通过 你岂不是 起人疑斗吗 如果连一个简单的认证书面作业 都有这么多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结果 那你怎么让百姓能够相信 你军方是非常严谨的 在处理这个事情呢 所以你怎么讲都说不通 都会引起大家很大的疑虑 而这是保命的 这是抗弹板 这是防弹衣 这是钢盔耶 那你是把我们官兵的 这个生命开玩笑吗 那如果这四点万件 有的有过 有的没过 那就是一个弊案 这不是疏漏哦 它如果连安全的认证 都没有通过 为什么可以通过 所有的流程 发到官兵的手上呢 那这一定有弊案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它就一定有疏忽 那你国防部的SOP 到底是什么嘛 到底有没有通过 通过的时候 是不是通通都要放在报告上面嘛 哪里说有的有 有的没有 有没有放不重要 这么的随便 这么的的庆赛吗 我觉得国防部 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不足以招信天下的 你们的管理 严重的出问题 里头螺丝严重的松掉了 如果再不把它当 一回事 然后每次有人爆料的时候 就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不要再来挑我们的漏洞了 不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了 这个东西 其实一直要帮自己辩护 然后一直怪罪这些 真的要把问题找出来的人 只会让大家觉得 你为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敢面对疏漏呢 你国防部长 看到这样一个事情 难道你不摇头吗 难道你不需要查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问题是出在哪个环节吗 那你马上就只是想要粉饰太平 凭天下的疑虑 但是呢 你越描越黑啊 其实去年国军的抗弹板 就是被绿营自家的明代 踢爆所有安全的疑虑 不只抗弹力不足 甚至是用手就可以徒手来凹弯 当时国防部啊 特别公布了一个检测的影片 说要证明这些抗弹板安全无余 现在国防部也澄清说 这个所谓的4.5万件的装备 其实是有获得TAF的认证 只是啊 这个标章呢 有没有放到报告里面 都没有这个影响到 是不是有认证 不影响这个测试的结果 而国防部也说呢 还有啊 2017年6月份呢 这边是有通过 所谓的美国的 切斯比克实验室的测试 是合格 表示品质全部都是 符合规范的 哦 好啊 如果说国防部说的是真的 那是不是这个爆料的周刊 没有经过查证 公然做假新闻呢 是不是应该要 这个假新闻关三天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汉庭 那如果说 今天国防部说的是 真的代表爆料的媒体 有问题没查证咯 难道是因为高层背后 有人挺 所以不用被查吗 爆料的周刊 那不就是禁周刊吗 那背后的老板 不就是跟民进党 很好的陪伪吗 否则禁电视的 这些纷纷扰扰 相信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 所以既然爆料指出说 国防部有4.5万件的抗弹板 他是没有得到 TUF的认证标章 国防部说 其实有检验合格 只是没盖章 当中问题就出来了 第一个 那合格的为什么不盖章 第一 它是流程本来就如此吗 实践合格 我只盖章3个到4个 是本来流程就如此规范吗 那这个流程很奇怪 那你是依什么标准来选择 盖A不盖B 什么标准 那第二 如果流程规范 所有都必须盖章 那为什么现在有的没盖 那肯定是人为疏失 因此更要检讨 那第三个我们可以质疑的是 那现在如果国防部告诉大家 通通都合格 只是盖不盖章的问题 但如果大家不放心该怎么办 那就立刻抽减几个没盖章的 现场打看看 你看它有没有合格 你看它能不能够使用 如此才能够安定军心 安稳民心 而不是单纯靠官方出来解释 绝对没问题 那可是人家质疑的是什么 人家质疑的都现场拿出抗弹板 把它折弯也好啦 然后现场打给你看也好啦 那是一个很实际的实验画面 那军方如果要证明真的安全无虞 也应该要抽检哪一些部队 现在发下去的这些 你说没盖章 拿出来打看看 如果没问题 大家才能够放心 可是国防部7月11号 怎么回复的呢 他说 这个我们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抵抗 但是可以保护官兵安全 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如果不能抵抗子弹 你怎么保护官兵安全呢 那你如果保护了官兵安全 那为啥他不能抵抗子弹呢 所以讲这个话完全听不懂 所以最实际上的状况 让我联想到 中国自古以来 王朝末年都是如何呢 就是各个兵部 一定都会出问题 吃空想的状况 包含五倍不整 兵力不足 但是照样拿钱 最后就是战力的废驰 所以希望呢 我们的国防部 不要落入到历史的轮回循环里面 好 不过我们看到 蔡政府这几年 砸大钱来买武器 好像却是迟迟等不到交货 像是我们是砸了有800亿 来采购400枚的暗制鱼叉飞弹 结果呢美军到现在 没有向厂商来提出合约 交货时间恐怕会拖超过2027 军方的解释是说 这是因为美国打算 集合了好几张订单之后呢 再来做签约 而邱国政部长也说 我们有资产的飞弹 可以来应急呀 问题是蔡政府不是告诉大家说 就是因为两岸兵凶战危 所以才必须要紧急采购吗 所以难道现在不紧急了吗 而如果要拿我们自制的武器 来应急的话 那当初又为什么要采购 为什么要买呢 董哥怎么看 这就是李敖所讲的 当美国人的狗还要自买狗粮 简单讲就这样 狗粮你还未必买得到 我们本来跟美国买的 M109A6的制作炮 后来等太久 等没有我们只好自己撤销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们最近在金方出了一个疲漏 偷偷去卖赤针飞弹的零件 大家记得吧 赤针飞弹 我们现在跟美国买500枚 陆金250枚 海金250枚 通通没有到 到底我们已经付钱给美国 然后美国不给我们的武器 这些价钱有多少 老实告诉各位 5846亿 美国钱拿了 然后他现在理由就很多 国防部还替他开脱 美国说因为我们现在支持 俄乌战争要给乌克兰 那接下来如果又不能来 是不是因为你又拿武器 去支援以色列了 对不对 美国国家里都先支援 台海不是兵凶战危很危急吗 为什么台湾不是优先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 美国讲法的矛盾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 还要替他开脱 MI A2T的坦克车 108辆没有来 反装甲的那种偷式飞弹 460枚没有来 标枪飞弹 400枚没有来 然后我们的海马式 那个飞弹 兜孔的那个也没有来 那更不用讲 MQ9的无人机 花了168亿 现在也没有下文 各位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 很需要武器的时候 然后他通通没有来 然后这怎么可以说 美国把台湾放在心上呢 所以你今天蔡震虎 让台海兵凶战危 可是你其实是没有 很充分的抵抗或者反击的人力 那美国也不把你当一回事 他只要你的钱 钱拿了不交后 全世界有这样的买主跟卖主 有啊 台湾还要替他开脱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安 我们除了整个兵役由四个月变成一年 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武器 通通花了钱没有来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蔡震虎任内还编了两笔 特别预算案 一个要提升海空军战力 花了2369亿 然后还一个要买A56 这个2400多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钱一直用来买金火 那金火很多都没有来 那这个仗怎么打 何况我们现在 很多部队的素质 还有管理都不当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赤针飞弹 既然有金士官 把他的一些零件 把他盗卖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经济 所以要靠这样的部队 还有靠这样的美国盟友 那这样是一个 怎么样不安全的台湾 大家可想而知了 好 不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讲到了军方 最近好像真的是 出包出了蛮多的 先前减掉 就破获了黑帮的军火库 结果查获里有1.4万发子弹 竟然有一半是来自于军方 另外还有像是这个什么 烟雾弹 抗弹板 防毒面具 等等的军品 甚至是最夸张的就是 这个陆军66里 刺针飞弹的发射筒 竟然也外流到了 黑帮的军火库 真的是让舆论哗然 好 那么事实上 近年来国军军品 外流事件不争的 已经是不升美举了 包括了这个112年3月 是陆军的99旅 是T91步枪的枪击短手 然后同样也是3月份是 陆战队的龙泉新讯中心 竟然点45手枪 被人家给调包了 然后3月27号 这是这个陆战66旅 是包括像T754的 用的T754般用机枪的 备用枪管也被发现 有短手的情况 好啦 结果我们的邱国正部长 到立法院去背询的时候 就说了 他说这不是意外 是意内 是意料之内 但他说会追查旅籍 还有指挥部 但他不会去怪基层 因为基层才刚刚到部队而已 很多事情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好啊 所以说现在是 只追究高层 不能够怪基层 可是问题是 在陆战队服役 还会碰到刺中飞弹的 一定是志愿役 如果我们的国防部长认为 连志愿役都搞不清楚状况 那以后衣物役 不是有可能去补主战部队的缺口吗 到时候会不会上整个部队 门户洞开 什么都搞不清楚状况了吗 高原你怎么看 当然我觉得这个军品 外流的事情真的非常严重 也凸显这个军技 有非常的不严格 而且代表说整个军技 松散 换散到一个程度 那虽然现在外流的 这个刺针飞弹 是已经用过的 耗品的空桶 但是照理说 这么高价的刺针飞弹 就算用完之后也应该要上缴 要缴回 要报销 但是既然可以外流 甚至还流到黑帮里面 那有多少的军品是这样 跑到外面去的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尤其是每个军品 不管如何都应该要严格的去管控 所以这个过去军中 有什么高桩简等等的这些 到底有没有确实在做 那如果什么事情都便宜行事 平常就没有做严格的纪律 真的要上战场 说实话我们真的会担心 因为以这样子的一个军纪的状况 真的很令人忧心 所以平常为什么这个军令 非常的严格的原因 就在于说 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关系到生命 每一件事情在战场上一个轻忽 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说 邱国正虽然部长 他认为这件事情不能怪基层 他要负责 但是到底邱国正部长 怎么来负责 怎么来要求 怎么来做这样子的军纪 那更何况现在 刚刚讲这个衣物役等等的这些问题 未来的训练如何能够扎实 能够确保说 每一个人都能够 这个在面对这些武器 或面对生死浇灌的时候 他们真的都能够理解到 这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 非常的小心谨慎 不过我们注意到 这个邱国正部长讲的话 其实有一些地方 破折的玩味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庭 你看部长说 这不是意外 这个是意内 军品外流这么严重 国防部长认为 这个是意料之内 到底为什么呢 再来部长自己也说 未来恐怕一无一难 真的会去补主战部队的缺口 那如果现在基层刚到部队 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 已经变成可以接受的理由 那未来是不是就会 门户洞开了呢 汉妮怎么看 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看 那就大条了 基层搞不清楚状况 刚到部队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义务役又必须上战场 那不就表示上战场的 都是一群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吗 那未来我们还能够打仗吗 这都是国防部亲口说的 而实际上赖清德不久之前 还在谎称告诉大家 所谓的义务役不用上战场 但是邱国正以及国防部的报告书 都多次的直接打脸 义务役就是要上战场 而且是要到海岸守备旅 贪岸兼敌 讲白了要当炮灰 要当肉店的 一旦真正开战 国防报告书也告诉你 所有的建物 巷弄 城镇 通通都是掩蔽物 叫处处接战场 那如果处处接战场 人人要打仗 那结果全部都搞不清楚状况 这仗还能打吗 这也因此我们才告诉大家 必须要珍惜两岸之间的和平 因此民调六成的人都担心 明年的选举就是决定战争与和平 六成的人担心两岸即将发生战事 而六成的人支持政党轮替 下架民进党 所以我们不知道 国防部是不是因为觉得 哎呀反正大概也不太需要打仗 所以稍微的这个管理就比较松懈 那当然因为那这样是不是表示 国防部可能某些人也认为 只有政党轮替 那他们才有松懈的可能性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投家 物价高涨让老百姓真的觉得 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 来营的立委罗明才 每年都要直询主记长物价的问题 今年也不例外 他说一颗茶叶蛋 已经从五块涨到十八块了 而便当里面的卤蛋 从一颗现在变成只剩下半颗了 就连排骨也越来越薄啊 他说希望中央能够赶快提出 物价的稳定政策 结果我们的主记长 朱泽民怎么回答他呢 主记长说 这也是委员的身材 保持得越来越苗条的原因啊 网友听到真的是炸锅啊 所以咧 这样的讲话有同理心吗 意思要大家这个 把这个买不起排骨吃 吃不饱当成是减肥吗 好侯友宜怎么说呢 侯友宜就说了 民进党官员真的不知民间 干苦人很多呀 物价波动 便当里面肉变薄 饭越来越少 官员的心态却是 何不食肉迷吗 好事实上 主记长在过去 有很多的经典的语录 让大家听了 真的是下巴都掉下来了 真的是很经典 很惊人啊 好 在2021年 最知名的一场直询 他被问到 蚵仔蜜萨多少钱呢 结果我们的主记长回答说 一碗二十块 当场所有人都炸锅 我只问 请问二十块的蚵仔蜜萨 在哪里 我也要去买啊 好 事后他改口了 他说 哎呀 因为我胆固醇 胆固醇含量很高啊 医师叫我不要吃啊 所以他搞不清楚状况吗 好 所以问题是 主记长不是应该很清楚物价的吗 结果每一次他都是这个金句连发 2016年他被问到 一条小黄瓜已经五十块钱的现化吗 结果主记长回答说 我都吃行政院里面的便当啦 好 2018年被问到说 卤肉饭涨了多少钱呢 他说 我不是卤肉饭 难道又腥味胆固醇太高吗 好 2019年被问水饺涨多少 结果呢 我们的主记长告诉大家说 嘿嘿 行政院的餐厅水饺都没有涨价 欢迎大家可以来行政院吃水饺啊 问题是 大家在其他地方都涨价 都很贵 都吃不起 谁能够天天到行政院去吃水饺呢 好 2021年的时候啊 这个他说呢 物价调查的大项目368项 细分有2.5万种 我没有办法知道每一种项目 到底是多少钱啦 好啦 确实是每一个项目 细项是很多 主记长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掌握 是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那你不能够讲话有点同理心吗 这个排骨便当越来越薄 我们的这个主记长回答说 哎呀 怪不得委员的身材 可以变成这么样的苗条 问题是 民众看到就是 我们的绿油油发绿电才赚大钱啊 结果我们的便当里面排骨 是越来越少吃不饱了 难道真的要像主记长说 只好把大家当成是强迫减肥吗 立文怎么看 我们看我们这个主记长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插颗打魂了啦 他其实每次被问到的时候呢 他都回避真正问题的核心 那你今天罗民财委员是借着 大家庶民一般都会吃的便当也好啦 卤肉饭也好 或者是鹅仔米酸 主要是要让主记长知道说 现在民间民生的物资高涨嘛 所以你不一定要回答 一碗精确的是多少钱 但是你身为主记长 你不可能不知道 现在通膨的状况 你不知道民生物价是不是涨嘛 这你应该是每天都要关切关心的 你有掌握全国所有的数据来源啊 人家问你是在问这个嘛 那你每一次都答非所问 然后回答就是再度 一而再再而三的证实 你不食人间烟火 那你身为主记长 你也知道你每年都会被问到嘛 那你为什么不做功课不回答呢 因为不能回答 因为真相讲出来大家都很伤心 都会质疑政府无能 所以只好插科打文转移焦点 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其实对于罗民财委员来讲 他当然不愁吃穿 他当然不差一个排骨便当啊 罗民财委员讲的意思是说 多少人他是靠这样子的一餐排骨便当 那这个排骨便当不但涨价 里面蛋跟肉都变少了 这是他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啊 那你们这些都是坐办公桌的 不愁吃穿高官出门有车代步的 但是对多少 尤其是靠劳力的劳动的 他够吗 吃得饱吗 他的这个蛋白质热量的来源够吗 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 每一天在想着怎么减肥嘛 我看主计长的身材也不怎么样 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话 不但是不知民间疾苦 而且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毫不在乎 你真的毫不在乎 你都不知道社会底层的人的辛苦 更不要想存钱买房子了啦 吃都吃不饱了 而且呢 现在这些基层的人 他是不敢生病的 不敢吃太好的 不敢买房子的 你知道吗 那你用这种态度跟心态 老百姓一定觉得说 我选这个政府有什么 根本没有人在乎 我们艱苦人日子是怎么过 你看到一个便当这样 你就是好像可以完蛋了 所以在上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最有名的不就是 不倒闭闭也会回家 没有工作没有饭吃 经济不好没有关系 裤带勒紧嘛 肚子扁扁也要支持阿扁啊 那当你肚子扁扁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猪门酒肉臭 每一个吃得这么肥滋滋的 贪腐这么严重 你认为老百姓不会愤怒吗 为什么台湾民主化了之后 这么多年 百姓的最低最低的要求 居然都是希望政府 不要贪腐就好了呢 我们有多少 不要说百废待举了 多少严酷的考验 在等着台湾 通通都不用讨论了 连一个最起码的千古以来 只希望勤政爱民的 这么最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 你就知道民进党 有多么令人痛彻心扉 失望透顶啊 事实上我们看到 主记长他经报这个金句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过去就被问到说 水饺多少钱涨了多少呢 结果他回答说 行政院的餐厅都没涨价耶 而民众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这一碗二十块钱的 蚵仔蜜蒜 过去他已经被舆论狂酸 他也帮自己报区说 物价调查的分类 368项耶 像是面就分成很多种 有阳春面有牛肉面 他没有办法知道 每一种的细项 到底是多少钱 可是他要掌握的是大方向啊 好啊 我们同意这样一个论点 当然没有要求官员 应该清楚每一个物价的变化 可是如果牛肉面涨到 现在都是一碗 动辄这个已经超过一百块 可能甚至有的好几百块钱了 那阳春面有可能 动涨在三十块 蚵仔蜜水还会一碗二十块钱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庭 事实上竹记长呢 已经在位有八年的时间了 所以说如果说民进党 真的苦民所苦的话 他会继续让一个被民众认为 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一直当下去 那好歹他也应该要去劝他 讲话是不是应该比较有同理心 朱泽民是标准的昏官 何不食肉迷 不食人间烟火 毫无同理心 八年了 他每一年都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他每一年都在讲垃圾话 他每一年都事后道歉 但他每一年都爽领薪水 每一年都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每一年呢 都继续的讲垃圾话 从不反省 从不改正 他在今年被质询前 知不知道 委员一定又会问差不多的问题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去撞墙啊 你每一年都被问同样的问题 每一年都在道歉 每一年都引起民怨 然后你到今年都要下台了 你也不反省 你也不会思考一下 今天会不会委员又在问我一些相关 类似的问题我要怎么回应 比较有同理心呢 没有 死性不改 一个死性不改的人 竟然能够失居于气的 竟然能够在位 怠惰独职 然后继续八年在那边 就单纯是做个秀而已 你但凡有点同理心 我们政府会努力 我们也很关心 小市民的生活干苦 大家也不会骂声一片啊 但是呢 继续在位 因为他是扁朝来的官员嘛 后来蔡英文执政之后呢 就一直担任主记长 他的太太 他的弟弟 也通通都在金融机关 担任重要的董事以及总经理 所以当时根本就被骂 是近亲繁殖啊 就整个站上直询台 所有的主记处啊 财政的相关 怎么里面全部都是你们的亲戚 都是一对夫妻啊 好 我们实际上来看到 2023年的CPI统计 食物类年增率4.3% 外食类上增4.26% 肉类增加6.3% 房租增加2.27% 所以今年1月到7月 我们的实质薪资是倒退的 因为我们的薪水成长幅度 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大家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每一年民进党的官员 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 所以今天其他的官员 可能看到朱泽民 嘿嘿嘿你答不出来 在笑朱泽民就讲垃圾话 可是这难道只是 朱泽民一个人的问题吗 这难道只是主计长的问题吗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低薪是主计长负责的吗 我们经济部不用负责吗 我们的劳动部不用负责吗 我们的中央银行 没有针对货币调整的相关政策吗 那请问我们产业的数位转型 到目前为止又进展到了哪里了呢 我们如何针对比较低薪的批发零售 甚至是住宿餐饮 有办法协助他们产业的升级 让他们有办法解决低薪的痛苦 请问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民进党又做了什么呢 所以我们固然看到了朱泽民在讲垃圾话 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 朱泽民以及其他庞大的行政官僚 在面对台湾的薪资倒退的时候 其实整个民进党政府 都是处于政府失能无能 并且失灵的荒诞状态 罗民产委员在咨询朱泽民主计长的时候 提到说现在一颗茶椰蛋已经从五块涨到十八块了 老百姓压力真的很大耶 也让年轻人连几块钱都必须要资助比较 结果主席长就说了 台湾的物价上涨率只比大陆和香港高 但是依照民进党的逻辑 那这个绿潮底下的台湾物价上涨竟然涨得比大陆还要更高 难道不算是一个大罪吗 好过去赖金德跟学生说房价正在下降 而林又昌内政部长说年轻人买不起房 不是买不起是玫瑰化 虽然说这两个人事后全都改口 但是从这样言论来看 民进党是不是因为看到绿油有权都赚到了盆满钵满 因此对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已经距离的越来越遥远 难道是已经无感了吗 高委员怎么看 当然这个罗明才在咨询这个朱哲明的时候 因为我也在刚好在台下 在罗明才的后面 那我们也是同样咨询 就是关于这个实质薪资倒退的这个问题 确实民众的感受非常的深 尤其是CPI的涨幅超过预期 在食物类的涨幅达到4.78% 也是创半年以来的新高 那这个其实民众最有感的 因为民众这个每天吃便当 买这个这些小吃的时候都会感受到 现在的物价真的是飙涨 像我们买一碗麻油鸡 现在已经到200块了 那确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真的有点吃不消 那当然我是觉得说 如何能够带动整体薪资的上涨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税收超过预期 包括这个银锁税等等 其实都是主要的来源 代表说企业其实它的税收 它的这个盈余是增加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企业的盈余有没有分享给员工 这个才是重点 如何能够让企业去加薪 帮员工加薪 而不是说自己企业有盈余 但是独善其身 员工都没有分享到这个企业成长的这个果实 这个就是需要政策上去推动 所以过去政府有所谓中小企业加薪减税的方案 但我们发现过去十年 竟然只有1000家企业适用 而且减税幅度真的非常的低 等于几乎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个加薪减税 虽然看起来有在那里 但是实际上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也用不到 所以我就要求说 我们这个经济部 还有相关的国发会 主席处也应该共同来研究 如何能够抛出更多的利多 带动企业加薪减税 能够实际的落实 尤其是台湾的服务业的人口 将近700万人 劳工非常的多 那服务业长起来就是低薪 所以导致很多的员工 他现在连奖金等等的这个都缩税 所以为什么实质薪资会减少 一方面是这样 本薪也减少 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必须要斜杠 还必须要去兼差 可能做外送等等 所以导致其实员工过劳的现象 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企业加薪减税 能够一起带动经济成长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够 让员工也能够共享经济果实 也能够带动内需 也能够带动经济的成长 才是最实质对员工有帮助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郑文灿爆出了一次带女性上饭店的画面 第一时间她说影片年代久远 而且经过剪辑 事后才说自己不是影中人 那么今天葛魁陈建仁在立法院表示 如果调查之后发现 整部影片没有剪接的情况 也没有办法证明影中人就是郑文灿 所以现在蔡政府的意思 难道就是说完全不管这部影片有没有未造 影片主角就是不是郑文灿 只要郑文灿不承认这个人是他 这支影片就是假的吗 那么这不就像是郑文灿明明被法院认证 他曾经被人招待去澳门 但是郑文灿就是不出来解释 大家就对郑文灿没办法奈他何吗 如果说这个陈建仁的逻辑说得通 那以后被监视器拍到的所有的歹徒 只要不承认被拍到的是我 那是不是就一律无罪了呢 董哥怎么看 其实郑文灿的反应很奇怪 第一天的反应跟第二天反应 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讲话 又回去开始深深去思考 那个到底是不是我 那个背景到底是不是澳门那一次 或者哪一个就想了很多地点 后来才讲说那个人不是我 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做事情 你一讲我我一定暴露 我可以跟你赌 或怎么样发誓 我如果是我 我出去就被车子撞死 一定是这样嘛 可是郑文灿不是 他一定回去思考 然后开始去检查他的设计 或怎么样 看起来可能不是我 或怎么样 他一定有这样的思考 郑文灿跟梁文杰到澳门 去接受招待 因为他们那时候讲的时候 刚好在我有台主持节目的时候 那最主要就是林瑞图 林瑞图讲了以后我就替他担心 我说是真是假 他跟你保证是真 我说我很怕我的来宾被告 后来我去打听 发现好像有那个 然后林瑞图就 那时候果然就被告了 被告以后他就找了 就是澳门那些人来作证 那作证以后他们说有啊 我们有招待他九号会所啊 花了四十二万多的港币啊 所以郑文灿跟梁文杰那一场 就是变成一个笑话 他们本来斩筋截铁 讲绝对没有 那下一次被法院认证 那认证以后 其实当中还有一个人无事很重要 这个人叫秦祥毅 他是梁文杰跟郑文灿的朋友 他们两个就招待他去澳门 然后这些吃吃喝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梁文杰认为说我不认识陈盈柱啊 陈盈柱绝对没有 我绝对没有接受他招待 所以他胆子很大 就是说我去告林瑞图 那他不晓得 其实那些都是陈盈柱所招待 而且陈盈柱 在秦祥毅跟他讲 我带两个好朋友来的时候 他说你的好朋友是谁 他说就是民进党这两个大咖 所以他们就同意招待 那这个就是新潮流在海外 吃喝的样貌 我觉得那时候新潮流用的方式就是 他们很喜欢告人 包括陈吉 那时候也是告林瑞图 告一堆案子 告了陈辉文 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即使告不赢你 我也可以让你跑法院 这是我这几年在 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看到的情况 可是郑文燦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赖清德真的当选总统 郑文燦是行政院长 那他现在已经在做地下行政院长了 现在陈建仁怎么去敢讲他说 哎呀他就是我们要 就不是他和他无关 类似这样的话 为什么 因为陈建仁知道自己才是副院长 他的院长就是郑文燦 郑文燦在这边指点江山 帮忙浮显 然后所有的一些做法 表示民进党现在很重点的 要栽培他来阻隔 所以他即使论文抄袭 而且是很不明义的 去抄袭大陆的网站 我们一般你要写壽事论文 你好歹去抄别人的论文 这些论文好歹是博士或壽事的 网站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很严谨的 就是一些乡民在上面随便写一写 结果呢 郑文燦去抄 被新党的邮志斌马上拆穿 因为郑文燦认为我抄大陆的 台湾不知道 你也没办法去搜寻的到 没想到邮志斌从大陆的网易上面 去搜寻发现 你就整段整段抄 那这个非常难看 可是被发现以后 郑文燦一句话都不吭 然后照样当他的行政院副院长 他如果当院长 我建议在野党时候的立委上去执行 就在他上面写着抄袭院长 抄袭院长 就这样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民进党为了保护郑文燦 连陈建仁这些人都出来护航 可是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 等你当了行政院长 会有更多的资料 那些资料不只在摩天伦 搞不好就在盛母红 所以看到民进党做这些事情 他不在乎外界的观感 就表示他们怎么样 觉得老神在在 我根本不怕你讲 或者外界对他们有不同的观感 那今天郑文燦 还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让大家觉得说 你民进党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选民就用投票来试货你嘛 那您怎么看 郑文燦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没有算作正面的回应 因为毕竟大家在上一周的相关质疑 他至今仍然没有来做出具体的回应 仍然只是在磨灵两可 甚至希望切割跟淡忘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绝对要继续提醒大家好不好 进出房间的人疑似就是郑文燦 而且当初是法院认证 他就是有去喝花酒 所以到现在为止 因为时间年代确实久远 大家可能都已经忘记 原来郑文燦以前是个会喝花酒的人 对吧 那大家现在可能不记得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那当然今年讲一讲 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明年再讲一讲 对吧 我们要轮番的在天桥底下委托说书的 天天讲告诉大家 郑文燦喝花酒 毕竟是事实 又不是造谣 法院都已经认证了 只不过说 这支影片 是不是当初喝花酒的影片 目前要打问号 因为毕竟呢 搞不好还有其他喝花酒的记录啊 或者搞不好 喝花酒的影片 其实是另外一支啊 这就不得而知 所以关键呢 是民进党至今啊 仍然必须要有正面的回应 尤其像是赖清德 如果这所谓的喝花酒 就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就是在港澳地区 那依照你们自己这种 所谓反中反澳的这个状态 澳门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那你们赖清德不就 也是更加的要针对郑文燦 也跟赵天理一样 身体力行的亲中舔共行为 应该要做出具体的谴责跟批评 否则的话 也更加让人看穿 哎呀 民进党的所谓反中 反共 通通都是假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赖清德经典的新竹市立委参选人 林志杰被网友爆出 和柯建民一起去一个 三光机构联谊参讯 网友就嘲讽说 哎呦 才说对黑道林容忍呢 转身就带候选人去 黑道联谊参讯上拜票了吗 林志杰他解释说 他不认识什么三光机构 只是想要分享政策而已 而且是不到十分钟就离开 但是网友就直接到Google上 去搜寻这个三光机构 结果马上就出现了三光帮 所以啦 难道呢 这个蔡英文的爱将柯建民总招 他不知道这个三光帮 是新竹的在地黑帮吗 还是说他看到总统的提拔的人 就知道了民进党和黑道寻求支持 其实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呢 汉婷怎么看 民进党染黑难道是新闻吗 这不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吗 而且当初呢 也是民进党的台北市的立委 阳性银行里面的 就告诉大家说 民进党的染黑 中央都染黑了 这也是民进党自己说的 更不要说呢 在这一次事件当中 柯建民过去 哇 跟竹连四海 然后呢 天道蒙 关西匪浅 这也是往事人人皆知 早年呢 郭正亮委员也直接都说了 柯建民就是去拜脚头的码头 干嘛呢 希望他们能够来加入 成为人头党员 所以以前曾经爆出 民进党遭黑道入人头党员 这件事情 跟柯建民也有关联 所以你现在看到 柯建民带着民进党的候选人 出席相关场所 一点都不意外 那在这里面要苛责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久之前 民进党还告诉大家 我们对黑道零容忍 然后转身呢 就去相关的场所 干嘛呢 拜码头 希望呢 能够来委托次票 这不就是俗称的 真香 真香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展现 政治人物风骨的时候了 民进党的候选人告诉大家 哎呀 这个我只是到了现场 看到这边人很多 那有人呢 邀请 所以我就过去打个招呼 简单讲话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他的表现其实不妥 非常不妥 第一个 哎 有人叫你 你就去 啊你是碎函 也不是这个样子吧 作为立法委员 或者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好歹还是要有基本的格的 就不是要你耍大牌 他说一定要这个什么 这个大叫相迎 那请问一下这个临时的状况 虽然没有邀请函 但你是不是也应该先了解一下 对方是什么单位 那对方的主办人是谁 是什么机构 那这个我真的合适去吗 你如果没有了解 你就过去 那这样你到了立法院 会不会也是对于政务 不想了解啊 反正我就随便咨询啊 反正我就随便去啊 我在士林北投 如果看到那边有个餐会 我可以就这样直接跑过去拜票吗 反正都是选民 当然不行啊 对吧 第一个 这有没有合礼貌的礼 那对方愿不愿意邀请你 其中一个人邀请你 但请问主办方有没有邀请你 那这个主办的单位 有没有喜欢你 这都是很基本人之常情 比如说我如果贸然跑过去 结果发现 那根本是民进党议员主办的 那这不就是丢脸吗 所以第一个 民进党的候选人说 有一个人跑来邀请我 我就跑过去 这就正好证明了 你失去了立法委员 应该有的格 在礼貌上 人情事故上 也是说不通的 而第二个 实际上 那你说你在现场 分享一些政见 我就很好奇 请问有没有分享民进党 一定要打击黑道的政见呢 有没有说我们要增加 黑金枪毒炸起刑的 这个相关政见呢 这个政见民进党没有提 是我提的 欢迎支持侯汉廷进入国会 增加黑金枪毒炸的起刑 加重起刑才有真正办法 遏止黑金枪毒炸 不像民进党现在基本上修法 只是说禁止他们参选 那都是打假球 对吧 你看他本人不是黑道 但是他可以去相关的场合 他的亲朋好友 可以去参加相关的场合 甚至也可以是相关的人马 那再来第三个更让人看不起的 如果去参加了 不论什么原因 别人的舒适也好 自己的舒适也好 你就应该要承担 你到了现场 对吧 即便当下你搞不清楚状况 事后你知道了 你也要承担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都是切割 卸责 我也只是去沾一下 这个我都不清楚状况 我绝对不是黑道 那请问 现场参与的人 看到你来了 你走了之后 你又骂他们 你又不帮他们说话 现场的支持者 会不会觉得难过 会啊 所以如果正确的示范 应该是怎么样 他大可说一句 只要现场的人没犯法 都是我要照顾的选民 那这个话是不是就很漂亮 现场的人也会觉得 你看你民进党来了 你算这个 你也没有嫌弃我 你也没有这个说我的坏话 而且你还是继续挺我 所以他参加这样的活动 要嘛就别去 如果去了之后呢 干嘛 那就是通通都要承担下来 你不是去承担什么 他们的前科 很简单 只要没有犯法的选民 那通通都是我要照顾的选民 也通通都可以来支持我 为了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民意代表 否则你得一般小市民的票 你也拿不到 然后你去参加的场合的票 你也拿不到